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渡市 咱们知道啊 这个英文字母有大小写之分 大写和小写形态其实不一样的 汉字嘛本身就是表义文字 所以咱们没有大小写之分 然而汉字的数字可是有大小写的 1234和大写的1234是不一样的 经常跟银行打交道的朋友们 如果填个支票 或者说你写个借条 写个财务文件的时候 我们都会主动的使用 大写文字 因为大写数字不容易被更改 很简单 正常的一就是一个横 很多人都能想到 我在上面填两笔那不成三了吗 所以这是大写数字 为什么被发明出来的原因 那么古代就有人相传 说这个大写数字是武则天时代 就被发明出来的 然而一直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推广 真正被推广呢 是到明代朱元璋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知道 老朱人家是穷苦人家出臣 当年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了 为了混口饱饭 老朱到庙里去当和尚 那是尝尽人间百态 所以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 对各级官员是非常严厉 有名一代最出名的就是什么呢 官员的俸禄特别低 低到大概是宋代的十分之一水平 就这样老朱还经常跟底层官员讲 说你看哈你作为一个七品宪定 你一年这个俸禄需要五个庄稼人 重七十亩地才能够给你开这个工资 已经够高了你们应当知足 而且朱元璋治贪是很有一手的 朱元璋甚至下过一个命令啊 全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 只要你感觉在你这个区域啊 有贪赃忘法的人 你有了切实证据 哪怕他是个官员 你都可以把他两倍绑了 送到京城来 我还要大大的包养你 但是咱们也知道啊 封建时代千里作官 只为财 没有钱 谁来当官啊 你当官的俸禄又给这么低 就经常有贪赃忘法的行为 在洪武十八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大案 有一个正部级官员吧 叫郭桓 他伙同很多其他官员 贪污了2400万弹粮食 这个总量大概跟大明朝一年秋收的粮食总量相同 朱元璋一看火大了 你们这帮人也太能贪了 为什么他们能常年贪这么多钱呢 朱元璋派人经过调查 发现他们经常啊私改账刺 那个时候各地你往京城送粮也好啊 京城下坡物资也好啊 都有各种各样的会计账刺 那个时候记账的时候 就用的咱们现在的普通数字 1234567 很容易被篡改 本来是1 你填个数变成10了 本来是3 你填俩数变成5了 朱元璋感觉啊 这个不行 这个得改 我得建立好的制度 才能杜绝贪污腐败 于是郭桓案处理完了之后 杀了一大批官员之后 朱元璋规定啊 从此以后 朝廷各个部门啊 中央和地方之间 往来的所有科技账策 不允许使用正常的数字 必须得使用大写数字 这样才能杜绝 修改账策的行为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国才全面的推广了 这个大写数字的使用 当然那个时候咱们基本没用过这个阿拉伯数字 而到了现代社会 也等于给咱们提个请 处理所有有财务相关的事的时候 一方面要写阿拉伯数字 另一方面最好括号里 再补上一个大写数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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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